警察未明服務 第一線就是派出所的值班臺 過去也不時發生車輛衝撞的案件 甚至還出現有心人士持刀闖入 或是朝所內開槍 讓值班臺的員警執勤的時候 身陷危險 這一回八度分駐所被衝撞 造成了員警殉職 也讓相關的安全引發討論 現在警政署也通令 要強化駐地的安全防護 員警難言悲痛 雨中烈對敬禮 向殉職同仁蘇玉紅高喊一路好走 八度分駐所警察在值班臺被撞擊 斷送年輕性命 但警方遭遇這類危險 造就不是頭一回 新北市林口曾有九家男子 開車撞進派出所 雖然門口有樓梯 也只是讓員警多幾秒閃躲 更別說台東偏鄉派出所 不少門口沒階梯 前方道路空曠 有的大門口 更正對三條大馬路 萬一被惡意雙撞 根本來不及閃 這回有員警被撞死 警政署也通令強化駐地安全 要求我們和先生 警察局的駐地安全 執行團隊特別提高警警 注意駐地的安全 值班臺原警站在第一線 全台統一規格 目前值班臺上方都有防彈玻璃保護 子彈穿不過 棍棒難打破 似乎仍難防車輛 衝撞事故 如今警戒高層一聲令下 安全要強化 但具體指引怎麼做 也讓基層無從下手 不只要預防突然的衝撞 過去也出現 翼莊莊一件件離譜襲警案件 像是台南有男子遲早闖進 派出所企圖攻擊 值班員警 新北也有男子無故跑到派出所 對值班員警一陣痛殴 讓第一線警察執勤 報受威脅 值班臺該不該搶化 學者坦言勢必限兩難 卡在警察安全以及親民服務的難題中 只是要防止蓄意衝撞 建議在駐地外加裝圍離等 路障阻隔措施有存在必要性 記者 陳冠宣 張明哲 綜合報導